最近有个刚上映的剧 引起了我的注意 叫《边水往事》 看了几集感觉还不错 这个不错 现在我还没有特别具体的点 能把它明确的描述出来 我就是觉得整体的这个剧的质感还可以 质感这个东西也是比较模糊 比较主观的 看到现在就是已经出场了很多的人物 感觉都还不错 没有觉得哪个人物 好像跟这个剧格格不入一样 在有的剧里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有的人物觉得很合适很贴 但是有的人物一出现 好像他在游离在所有的剧情之外一样 《边水往事》这几集看下来 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 而且他这个题材 就是这个小菜鸟郭麒麟 牵扯出来了各色人等 之前有一部比较类似的片子 应该是欢言吧 有不同的演员进来 饰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来推进这个剧情的发展 主线是以郭麒麟为主线 就像是欢言以东自建为核心 推进剧情是一样的 之前看过郭麒麟的几个剧 像《坠绪》像《平凡之路》 在之前的剧里 我认为郭麒麟的表演还是有一些 跟他原来的专业相关的内容在里面 还是有一些像在说像是 但是在《边水往事》里面 郭麒麟的表现 我觉得有进步 他更贴合于角色 而且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也能吸引着我往下看 目前这个剧是在优酷平台播出 一共是16集 体量也不是特别大 这里面也陆续出现了很多我喜欢的演员 像游勇 现在叫游志勇 王逊 齐熙 吴振宇 蒋齐鸣 等等等等的 所以看的我还挺津津有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的 有看的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剧后面怎么样不知道 反正前面看了几集还是挺有意思的